有可能就是 會有一個小生命單身 如果能夠浪漫的度過一晚 也是還不錯的 自由時報iStyle的朋友你們好 我是夏雨喬 我覺得鑽石就等同於女人 因為鑽石跟女人是一樣的 非常的珍貴 一樣的堅硬 女人也是要經過淬煉之後 才會閃閃發光 所以其實對我來說 鑽石真的等同於女人 大家現在可以看到 我手上這個戒指 那這是女生的部分 我利用了我先生的英文名字 跟我自己的英文名字的開頭 然後像兩塊拼圖一樣 完整的拼在一起 其實這個設計的靈感跟概念 是我婚後的感覺 因為在結婚之後 我一直非常想要找個機會 謝謝我先生對我的照顧 而且也因為有了他 所以讓我整個心靈上跟生活上 感覺更有家的感覺 然後我一直想要跟他說 You complete me 就是你讓我的生命更完整 所以其實這個戒指的用意也是這樣 用不同的兩個材質 因為我們其實來自於 很不一樣的個性跟家庭 然後但是因為我們兩個的結合 所以變成一個很完整的拼圖 一個家的感覺 我最近其實在網路上看到一個 也是剛結婚的一對這樣 然後他們的形容 我覺得很像我現在的心情 也很像這個問題的答案 結婚之前 兩個人像是在高速公路上開著車 然後風景非常的美麗 一路也很刺激 兩個人很開心這樣 可是結了婚之後 兩個人一樣在高速公路上開著車 風景一樣美麗 但這一次感覺系上了安全帶 我覺得結婚對我來講 就像那一條安全帶 我們兩個人都有很踏實 很放心的感覺 然後心裡面就突然覺得好實在 一切的生活都不一樣了 其實我們的生活步調是一樣的 可是心情上的感受已經是不一樣了 因為現在我們的工作 兩個人都排得滿滿的 所以我覺得 我們現在目前的想法都是 先把手上的工作 所以我先努力好好做好 然後小孩的部分就是隨緣 因為我覺得 小孩就像小天使一樣 他來的時候他就會來 所以其實隨緣 那之後工作部分也沒有 太刻意的想要為了結婚 然後刻意減少 因為其實如果有好的機會 不管是他還是我 我們都想要好好把握 目前還是一樣耶 就是還沒有特別去設計 然後或者是去想說 要有婚宴這部分 但是因為現在工作比較忙 然後他手頭上也有很緊急的工作在處理 我自己也是 所以我覺得可能還要再過陣子 等我們都緩下來之後 才會去好好思考這個問題 我希望 因為前陣子我們兩個人相處比較少 雖然都住在 都住在家裡啦 可是因為他的工作忙 然後我也在忙我的工作 我是希望能夠好好的到一個地方 然後只有屬於兩個人的世界 然後好好的緩一緩 我們彼此就可以靜一靜跟對方相處 因為我其實雖然開玩笑 就說看他怎麼回報我 可是其實我最喜歡的 還是最簡單最平靜的方式 兩個人好好度過就好了 好 後面等一下 好